上回书说到汉武帝 在朝堂之上听了主夫眼的主意 又听了吉岸的谏言 武帝心中是翻江倒海的 而东方硕呢 心中却迷茫了 他看着吉岸 看着主夫眼 对照着自己 东方硕确实走火入魔了 他一看武帝传下旨意 两个武士架着吉岸要走 要把吉岸打入死牢 这个时候 东方硕的脑子里出现了屈原 是啊 东方硕才想 为什么我背诵黎骚 背诵了那么多年 到现在却想不起来了 因为此时 东方硕跟当年的屈原 已然走到同一个境界了 东方硕 东方硕终于想出一句话来 他高声朗读 路漫漫起修远夕 武将上下而求索 这句话震撼了朝堂 也震撼了东方硕的心灵 路 前途的道路是漫长的 路漫漫起修远夕 这是屈原追求的目标 要一步一步 往前探索 要想到达自己理想的境界 是太难了 当时屈原 也摸不清了 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上天 如何下地 去探索 去探求自己的理想境界 东方硕此时跟屈原也是一样啊 我现在应该到底怎么办呢 路漫漫起 萧远夕 无将上下而求索 武帝当时也吓坏了 发现东方硕的神情不对 武帝相信 东方硕实已经走火入魔了 因为只有武帝 才知道李绍军的药力的厉害 东方硕 肯定是屈原的化身啊 李绍军跟淮南王刘安的话 一点也没错 幸好今天东方硕还没骂我是楚怀王啊 要是真骂出来 我可真无敌自容了 可是皇上终究是皇上 到现在 他也没有忘记 主副言给自己出的治国之策 对自己做君王是太有好处了 应该马上先决定这个计策 来啊 众爱卿 你们一定要按朕的旨意去办 天下豪强千居茂陵 为令者斩 退朝 皇上宣布退朝了 这些文武大臣本来还想看热闹 可是皇上让走 谁要不走 那就是砍头之罪啊 他们一个个慢慢的往外走 一边走一边回头看 想叫也不敢叫 想笑也不敢笑啊 东方硕 借这个机会 一边拉着急案 一边往前走 嘴里老是朗松这一句 路满满 其修远系 无将上下而求索 这两个武士不知道怎么办了 皇上 请问这急案还捉不住了 都给我下去 给我滚 东方硕借着皇上这句话 捂着剑 拉着急案 就走出了朝堂 正在这时会儿 杨德义领着李少军 跑上了朝堂 武敌看见李少军来了 双眉倒数 二母圆征脸上 颜色更变 李少军 你不是在这边前保证了 他服了药 不能变成屈原吗 啊 李少军吓坏了 这时会儿 东方硕看见李少军来了 用保健望前一指 李少军 我杀死你 啊 你为什么要杀我 路漫漫起修远系 无将上下而求索 汉武敌用手指着李少军 你听见没有 他在高城宋都 去远的离骚啊 不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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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屈原 哼 李少军 李乡真保证 结果他没变成带刀侍卫 却变成了屈原 不 不 他不是屈原 东方说气坏了 手拿保健对着李少军 我杀死你 别杀我 别杀我 我不是楚怀王 这句话可把武帝气坏了 好吧 你不是楚怀王 难道真是楚怀王吗 李少军才知道自己说错了 赶紧跪到栽地 皇上 你也不是 你也不是 皇上 你求命啊 你看他保健对着我呢 哼 我以为 他真能把你杀死了 难道你也怕他 来人呢 把这两个疯子给我赶出朝堂 这些武士才过来轰东方说 轰吉安 借这机会 东方说抱着吉安 就走出了朝堂 然后两个人分手 各自回家 东方说回到家中之后 一步武奸 二步看书 就在一棵大树底下 斗蛆去了 哎 东方说确实也识想 自己到底怎么了 难道真疯了 还是傻了 是自己真的变成了屈原 还是屈原附体了 虽然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但是他心中总想着 离骚那句事啊 路漫漫起修远系 无将上下而求索 是啊 我东方说应该怎么办呢 他突然间想起来了 为什么老婆齐龙女 也天天数了自己 是啊 老婆说的对呀 我变了 跟在平原时候不一样 在平原的时候 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我想表达什么就表达什么 可是到了长安半价之后 我确实变得爱随声复合 爱跟着皇上的意思说话 皇上也变了 变得越来越听不进不同的声音 越来越自以为是了 越来越浩大喜功了 大匈奴 匈奴太子归降的时候 而且船只建造新城 船只分裂诸侯 还有最近主夫眼 献策让皇上千居豪强 皇上啊 他已然露出了千古一帝的本相 同时也露出了残暴虐民的端倪 东方说这时候才觉得 自己当初写的两车竹简的时候 太年轻了 当时那些说法 全对吗 尤其是让皇上做千古一帝 我东方说说的太多了 这可能是我犯下的最大的过错 他一边斗着曲曲 一边又想 皇上身边两个小人 一个是主夫眼 一个是张汤 这两个人是霍国殃民的小人 不是好东西 这张汤是皇上自己选的 可是主夫眼呢 可是我给救活了的呀 这个主夫眼跟过去的王脏比起来 简直是判若两人 我东方说 老觉得自己聪明 我怎么就没察觉出来呢 我为什么还要薄举主夫眼呢 我还要跟他打赌 我还上当 我三次不能在皇上面前说话 这个主夫眼 他根本不念什么救恩救情 他在耍弄我 在晕我呀 想着想着 东方说不由的 又想起来 郭谢跟魏清 魏清是不错 世元大将之才 可以说是汉朝的晴天伯玉柱 嫁孩子今良 他是皇上成为千古一帝的功臣 同时他也是罪人 每次打仗 都会杀害几万匈奴 同时也得死上汉朝的几万兵将 幸亏获取病这回没去 如果去了死上的无辜的人会更多 是啊 自己当时献两车竹简的时候 自己太年轻了 在竹简当中宣扬的复仇的话太多了 仁爱两字表达的太不够了 东方说想到这 他想到郭谢他现在想清楚了 郭谢跟皇上一样 只不过皇上是朝堂之上的天子 而郭谢呢 是陆林草野中的游侠 一个想当民主 一个想当英雄 皇上当时杀了自己的外甥金乌子 虽然得到了郭谢的暂时理解 但是郭谢眼睛里不揉沙子 他容不得人世间的半点不平 主夫眼跟张汤要牵豪墙于茂陵 这两个人是琢磨透了皇上的心思 要杀锅谢而邀功啊 想着想着他又想起了李少军跟淮南王 还有刘陵还有那个庄柱 东方说恨自己 东方说呀 你明明知道李少军是个妖道 是个大骗子 他来欺骗皇上 要把淮南王整死 弄得天下大乱 你为什么不想办法帮助皇上 把这大骗子妖道除掉呢 难道说就为了皇上能有仙药吃 让皇上能有一个得到成仙的预感吗 东方说呀 你不对呀 还有那个没廉耻的郑主刘陵 他的所作所为 已然说明了淮南王他们家 没有多少好东西 那个庄柱 他来到皇上面前 说明了刘谦图谋不轨 还算不错 皇上心里明白 淮南王刘安 一心想得道成仙 恐怕将来就会死在莫须有的罪名之上啊 完全是他儿子刘谦的所为 这个淮南王没事求先该什么呀 他想着想着他已然出神了 就在这时候骑龙女过来了 你看 你怎么把蛆蛆都弄死了 哎呦 东方说这才傻眼了 本来东方说呀 想把这只挺猛的蛆蛆 扒拉到旁边去 让他让一让 这个比较弱的蛆蛆 没想到心不在焉 也不知道想到嘱咐眼的时候 还是想到李少军的时候 一下就把这个挺凶的蛆蛆 给弄死了 哎呦 夫人 你看 我可不诚心 行了 我看你啊 在家关几天就跟傻子似的 是不是那药还起着作用 啊 还是皇上说了他不愿意见你 你心里难受啊 多拉 老婆 别提这些烦事了 你帮我想想 这大蛆蛆让我给弄死了 蒲柳回来 他要不饶我可怎么办呢 嗯 一个臭蛆蛆 你倒想得这么粥的 你想没想 咱们蒲柳都十九了 连个家屎都没有 你怎么就不着急 是啊 东方硕心说我这些日子都过糊涂了 儿子蒲柳都十九了 该找媳妇了 自己怎么就想不起来呀 真有意思 他突然间想起来 主夫眼跟自己打赌 说他的女儿沉于落雁之戎 碧月修花之茂的事来的 想起主夫眼的女儿长那模样 东方硕乐 奇隆女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笑什么你 我这跟你说正经事呢 夫人哪 我想起一件事 东方硕就把自己那天跟主夫眼打赌 看见主夫眼女儿 那个沉于落雁碧儿修花容貌的事情 跟夫人奇隆女说了 奇隆女一听啊 笑得差点背过气去 哎 别乐 我问你 你可跟我说了 你让过主夫眼三回了 他要真报答你 把他那个奇丑无比的女儿 送到咱们家当个儿媳妇 我可不干 不会 你放心吧 他给皇上掀第一条计策的时候 我在皇上面前跟他对着干 后来还是皇上下了令 主夫眼在的时候不让我说话 主夫眼占尽了便宜 他还那么没皮没脸 把那个丑丫头给咱们送来吗 可是我可听说了 主夫眼人虽然坏 他疼他的女儿 可真上心哪 你可得留点神 哎呀 人都有七情六欲 自个儿的女儿 他能不爱吗 何况他就那么一个闺女 那你说 咱们蒲柳的婚事 应该怎么办呢 说到这儿 东方说突然间想起来了 听二儿子辛苦的说 蒲柳跟修成军的女儿金额 两个人倒不错 哎 夫人 我听说蒲柳 跟那边的金额俩上挺好的呀 这事啊 我早就知道了 可是你要知道 人家修成军两口子就那么一儿子 本来那儿子犯了罪了 让你给说几句话 没想到你跟皇上 倒想办法把金屋子给杀了 什么为了国家 为了皇上吗 结果呢 人家两口子连门都不串了 再说 人家是皇亲国戚 咱们也高攀不上啊 那你甭管 我问你 金额多大了 长得怎么样啊 十六了 长得挺好啊 你想想 他娘是谁 他娘的娘又是谁 能不尊吗 那人呢 贤淑不贤淑 这个我可不知道 等蒲六子回来 你问问他就知道了 两个人正说着话呢 杨德道进来了 老爷 门外来了一个叫司马迁的年轻人 等着要见您 奇隆女不干了 等他走吧 就说老爷在家里养病呢 什么人都不见 皇上来了也不见 夫人 要是皇上来了 你要不见 可是抗旨不尊了 见什么呀 有这么当皇上的吗 啊 让臣子扶猛要得疾病 夫人 这个司马迁 可是老爷最喜欢的人啊 东方说站起来了 夫人 就让司马迁赶紧进来吧 我有事还得请他给我帮忙呢 我才不管呢 奇隆女转身进屋了 杨德道赶紧出去 就把司马迁领进来 东方说 依然有不少日子没见司马迁了 今天一看司马迁站到自己面前 二十多岁 显得非常成熟 东方说很高兴 司马迁双手抱拳 东方大人 您身体一向可好啊 自长啊 太史公身体恢复了吗 家父去年染上风寒 现在已然出狱了 已然能够自己走动了 那就太好了 自长啊 这几天 朝中的事情你知道吗 东方大人 我听说了 虽然极暗没有下狱 可是 牵动天下豪强 到茂林居住的事情 皇上是一定要让暗指执行 谁都劝不住啊 是啊 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不好 没看出主副眼这么歹毒 两次救了他 结果还让他咬了我一口 东方大人 俗话说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呀 东方大人 您这样皇上不也是如此 是啊 东方说突然间发现司马迁说话非常让人爱听 看了司马迁一眼 心中很高兴 心说 老人家司马坛岁数已然大了 将来汉家有这么一位史官 汉家也算有人了 哎 司长啊 我听说魏清将军去见了皇上 为郭谢说情了 是啊 可是皇上说 你们瞧瞧 连魏清这个大将军都替郭谢求情 郭谢能不是豪强吗 哪怕别人不欠 我也得让郭谢听从我的旨意 牵到茂林来居住 抗旨就杀 东方大人 看起来皇上决心已定了 哎 东方说摇了摇头 就在院中来回夺步 心说魏清去劝皇上 皇上都不听 这郭谢是非迁居不可了 可是郭谢 一直是不听朝中的旨意 如果郭谢再坚持不迁居 皇上不但要杀他 而且要借口惩治郭谢 封心挂印之罪呀 司马迁知道东方说担心什么 东方大人 这件事也不能光赖皇上 郭大侠做事也是一意孤行啊 是啊 刚才我想了 郭谢跟皇上 虽然一个是天子 一个是游侠 但是他们为人做事一意孤行 却是一样的 说着话 东方说 就走到院门这儿了 他突然看见外边有马匹 有行李 还有家奴 他明白了 子昌啊 你是不是要出院门啊 东方大人 我是要出院门 我父亲跟我说了 不能只读万卷书 还要行万里路 才能学好学问 当好使官 我这次准备南下江淮 东去其路 好 我真想跟你出去走走 可是 皇上现在身边有主妇也 跟李少军两个小人 张汤又在旁边围虎作娼 朝中的事情让我东方说 我不放心呢 我心中实在难安 东方大人 您是不是想让我顺便去劝一劝郭大侠 让他迁居茂陵啊 子昌啊 你说对了 你分身受累去一趟吧 替我转告郭大侠 让他忍一忍千刀茂陵 不然的话 皇上震怒了 不但他的家小要颠颇流离 还会伤害许多的无故百姓啊 他的徒弟 他的徒孙 恐怕都得会为他丧命 还是让郭大侠 想开一些 能够听从我们的劝阻 好吧 那么我就去一趟 今天我就跟您告辞了 东方说 把司马迁送出很远的路 看他骑着马走了 东方说才回家 司马迁就来到了杜县 到了郭贤的家门外 下了马 请家人往里通病 家人来见郭贤 老爷 外边有个客人是个年轻人 自称父亲司马 单子明迁 要求见老爷 哎呦 紫长来了 赶紧让他进来 家人出去 就把司马迁请进来了 司马迁一看 郭贤跟霍云尔夫妇 正在哄着刚出世的几个月的孩子 司马迁上天十礼 郭大侠 郭夫人 恭贺你们新天贵子 子长啊 你真的会说话 来来来 请坐 司马迁坐下了 看了看郭贤的儿子 大侠 请问公子大名怎么称呼 子长啊 你也太客气了 这个小家伙 是我辞官回家后 不久就生下来的 所以给他起名叫郭家 大侠 子长带来了东方大人的口信 和魏大人的口信 行了 别说了 一定是他们让你劝我迁去冒领 对不对 大侠呀 以司马子长之见 您就委屈一下 等东方大人劝说皇上回心转意 那时候事情就好办了 大侠郭贤冷笑了一声 子长 什么时候皇上 他能回心转意 要以我看是白衣日做梦 听了这句话 司马迁想了想 确实大侠郭贤 还真理解 皇上的心情 那么 郭贤能否千居茂灵 这些小人如何惩治郭贤 下回再说 各位好 请起床 给你带我来 这些相机 提供